桃園市長鄭文燦說要有提升防疫等級的準備 想問一下如果升三級的話 會只針對桃園做分區升級嗎 當然有很多很多的建議 那我想我們都會審時度勢 那做出最好的對策 我想追問一下 剛剛你有特別提到三級警戒引用了 就是審時度勢 就是我們看現在的局局勢發展 我們在做後續的一些決策的一些決定 那我個人是有點好奇說 是不是因為隨著這個疫苗的覆蓋率的 這個普及 然後 包括農曆春節也快到 所以對於這個民生的經濟 當然會有一些很大的衝擊 可能中南部有一些縣市也會覺得說 不太想再像去年這樣子 好像拉著全國一起三級警戒 所以不想覺得有沒有可能是就是 交由各地方政府自己試情況 去做所謂的二級警戒的加強的一些措施 而不是就是全國的三級警戒 尤其是這個農曆春節快到這樣子 對 我們上次就已經講過我們現在的原則 基本上在這個集裡面的 是讓地方政府有一個彈性 當然是有特別規定的嚴格 那希望來 我們這邊報備 但是升級與否或降級與否 這是中央的權責 那第二個 當然以現在來講 現在情況是比去年 5月那時候的大環境 稍微好一些些 主要是疫苗 我們現在的第一劑有80%的 第二劑有百分之 到昨天 第一劑到80.22% 第二劑到70.70% 那這個月下去應該有打第三劑的還相對 會有一些 所以這整體的自我防護力是 比較好的 那然後到第二個就是在 醫院的整備 我們也提前的準備了 然後再第三個 大家大部分的警覺心也夠 所以在幾個條件之下 除非有很大的一個 變化 那否則我們不會做太大的更動 但是還是要呼籲不必要的群聚 還是盡量避免 那如果一定要聚在一起 那一定要把口罩戴好 來